2018年1月10号,百哥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新周日报的评论,题目是《梦幻队的挑战》。 西蒙组成了他的梦幻队,囊括反对阵营的精英,一党除外,组成了史上最坚强的挑战团队。 新周日报非常常识,评论之乱作者郑丁贤指出,这让他想起美国的梦幻篮球队。 他们的第一战,球员个个都身怀绝技,但是凑在一起却不知怎么去打一场篮球。 这或许也是大马反对党梦幻队潜在的问题。 第一,少数领导多数,阵营宣布之后,现有一席最少的土团,一跃成为反对阵营的老大,带领整个团队。 第二,梦幻队太以重一个人,也可能是危机。 把马哈迪抬到盟主高位,却得罪了争取民主、公正、反贪腐的公民社会。 这群人士,如今他们觉得被出卖了,反对党为了权力而牺牲了他的灵魂。 第三,首相和副首相人选只是短期方案,缺乏长期的可行性和稳定性。 假设马哈迪坐上首相位子,他真的会在一两年内让安华接手吗? 如果他拒绝下台,那将会如何? 当然,如果西蒙能够克服眼前的挑战,或许他的未来可以如美国的梦幻队。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新州日报的评论,题目是《失去幽默感的华人》。 针对民政党主席马秀强日前在马华民政大集会致辞时的口误,新州日报评论这篮作者蔡耀良认为, 这些小错误并不含任何恶意,并没有用以攻击他人,纯属无伤大雅之自嘲。 作者指出,没有在场的网民或者更应指指为K特们,做出各种尖酸刻薄的恶评与人身攻击, 似乎马秀强用错一句高潮,变成是华人的民族支持最大恶极。 可悲,华人社会向来很少幽默感,如今连钉点都失去了,似乎已无法接受任何的开玩笑、幽默与自嘲。 作者说,黑特们故意鸡蛋里挑骨头,不去理会马秀强用华语说得好的99%努力, 而专挑那仅1%的错误,加以笑血恶批,这如刀刀利刃,那是故意更是饱含恶意。 如此故意的行为实则是大错,更是对有意学习华文者的一种严厉伤害, 由于筑起一道又高又长的长城,聚人于城外, 这是给人一种华人士毫无幽默感、无慈悲心、无包容心民族的负面印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